告之曰 须于觉我 击见太祖沃安 未及悟 及自觉 放杀之 常讨贼 领骨不足 思为主者曰 如何 主者曰 可以小胡以足之 太祖曰 闪 后军中言太祖七夕 太祖为主者曰 五十五 特当戒君死以宴夕 不然是不解 乃斩之 取首提讯曰 行小胡 到关谷 斩之君门 其库虐便诈 皆此类也 平曰 汉末 天下大乱 雄豪并起 而袁绍虎搜四周 强盛莫敌 太祖孕愁眼眸 鞭榻于内 去身 伤之法术 该寒 白知其策 官方受财 各应其器 矫情认算 不念旧恶 终能总欲黄姬 刻成红业者 为其名略最优也 亦可谓非常之人 超市之结义 五十六 太祖孕愁了